防虫沙网除了防这些虫害 就是天上飞这些虫害以外 它还能防一下冰雹 很多人在我们这边是把它用来挡那个冰雹 因为我们在5月之前 冰雹出现的几率非常高 然后8月以后也会有冰雹出现 突如其来的冰雹 让我们的菜地损失非常的惨重 这种的防虫沙网 它的透光度非常高 光就可以直接的进来 那雨水也是可以很轻易的落在这个泥土当中 因为它非常的透气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里面的蔬菜会被闷到热到 会影响这个湿度 但同样的因为它是非常的透气 所以它起不到这种所谓的保温的作用 可能把它用上的话只能保一到两度 但是它可以很好的起到防风的作用 因此防虫沙网顾名思义 最大用处就是用来防天上飞的这些害虫和 鸟类它的使用率非常高 几乎可以在整个种植期都可以使用 除了早春和晚秋 因为它保温效果较差 可能只会把土壤的温度升高一到两度 因此早春和晚秋的时候 我不建议使用防虫沙网大概是在二十块钱以下 防虫沙网我们可以裁剪 唯一要注意的剪开的时候 它为那个剪口 那我就会用那个蜡烛把它烧一下封口 另外因为今年我们有好几天真的是太炎热了 后来我在一元店看到这个五元的这个网 它有四个已经调整好的铁架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插入这个地面当中 然后它有个黑色的沙网 可以来打太阳减少天气气候的影响 使得我们菜地里面有损失 我在一家就是IKEA 购买了一个特别便宜的一个沙网 就是蚊帐用来防蚊子的 那它也可以是用到我们这个菜地当中来防蚊虫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更适合一个家庭种植 就可以起到享受种植和收获的快乐 同时也可以省钱 夏季末了历秋过后 种植区域3或爱门顿这一边 很容易在高温之下迎来冰雹 所以大家要做好预防措施 以免自己菜地里面正在开花的这些果实有所损失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